一早大爆紅 陳運輝卻大意識金周 競速華倫國手黃玉玲 回國後獨家接受 靜電視少年新聞週記 節目專訪 分享自己的心境 因為國內賽的強度 剛從亞運回來 自己比較放鬆一點 所以專注度自然 就是比較下降一點 那所以當然被壓過 自己也會覺得很可惜 自己有失誤就是 要再改進嘛 除了坦承 自己失誤也透露 比賽時的身體狀況 的確不太好 亞運回來是因為確診嘛 所以確診完之後 其實心肺就是比較喘一點 像昨天比完 就是一直渴一直渴 因為比賽當中 會有想要渴出來 就等於是 你的注意力又一直在 就是想要渴 但就是很多因素下 就會影響到比賽的狀態 身體微樣 衝擊全運會表現 黃玉玲賽後發文 提到自己是把國內賽 當作亞警賽前的中繼賽事 目標平安完賽先養傷 但做不好就是檢討 還在最後自嘲 下次記得把腳伸長點 看得出來對10月下旬的 亞警賽依舊抱有野心 下禮拜出國的適應的期間 當然就是會以可以奪牌為主 自己覺得說下禮拜應該狀況 就會慢慢的回來了 亞運上演奇蹟壓線 也讓比較冷門的 華倫流民項目更受關注 迎接下一場國際級賽事 黃玉玲喊話會不服輸 更謹慎 勢必得延續亞運氣勢 再躲牌 近新聞綜合報導 好 facing 讀 入